继科罗拉多州禁止特朗普参选总统后 缅因州州务卿申纳贝洛斯12月28日表示 特朗普在该州不具备2024年总统选举党内初选资格 依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有关条款 贝洛斯已将特朗普从缅因州2024年总统选举党内初选的选票中剔除 他也因此成为美国首位单方面做出这一决定的选举官员 当天特朗普竞选团队猛烈抨击了这一决定 特朗普竞选团队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说 我们正在目睹企图盗窃和剥夺美国选民选举权的行为 尽管科罗拉多州和缅因州试图取消特朗普的竞选资格 但加州州务卿雪莉维博同一天做出了相反的决定 确认特朗普将参加该州于2024年3月5日举行的总统初选 加州将在2024年3月5日举行总统初选投票 在微博做出这一决定之前 该州副州长康一连呼吁州务卿将特朗普从初选中剔除 在加州有数百万的司机在被警察拦下后可能都被问过 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靠边停车吗 然而从2024年1月1日开始根据加州州长纽森签署的AB2773法案 警察不能以这个问题开始与您的对话 而是必须在询问任何其他问题之前说明交通拦截的目的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任何拦截行人的行为 这是为了减少借口拦截在这种情况下 警察会因为轻微的事情而拦截车辆或行人 目的是搜查司机和车辆 以确定是否有明显的更大的罪行 比如驾驶文件过期或拥有某些物品 该法律还要求执法机构监督法律的遵守情况 并在报告中说明所有拦截的原因 此外从2024年开始 洛杉矶 格伦代尔 长滩 旧金山 圣河西和奥克兰六城市将在学校周围 事故高发路口和出现过街头飙车的地区安装测速摄像头 摄像系统将自动向超速11英里每小时以上的司机开出罚单 罚单金额将从50美元增至100美元200美元 甚至500美元违章罚金根据超速程度而递增 俄罗斯12月29日对乌克兰发动双方开战以来最大规模导弹袭击 导致18名平民死亡于130人受伤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 俄罗斯朝乌克兰发射大约110枚导弹 其中大部分被击落 一家妇产医院是俄罗斯袭击的目标之一 其他目标包括教育设施 购物中心多层住宅楼和私人住宅 商业仓库及停车场 被袭击的城市包括基辅 利沃夫 敖德萨 蒂涅伯罗 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 本周 俄罗斯至少5架战机和一艘大型登陆舰 在其占领的乌克兰被击落击沉 有报道说 战争开始以来 俄罗斯黑海舰队遭到重创 大约20%的舰船被击沉 12月29日 中国政府网站发布中国人民银行便利境外来华人员支付解决方案 即大额刷卡 小额扫码 现金兜底 一是完善境外银行卡受理环境 组织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摸牌匣内商户外卡受理情况 汇通商务 文旅等部门划定重点商圈 机场 火车站等主要涉外场所指导商业银行 支付机构加快推动重点商户开通外卡受理 二是丰富移动支付产品供给 已经指导支付宝 财富通 中国银联等推出外卡内榜 外包内容 云闪付旅行通卡等产品 创新研发数字人民币解决方案 满足境外来华人员的移动支付需求 三是改善现钞使用环境 组织银行开展ATM外卡受理改造 提升支持外卡曲线的ATM覆盖率 持续开展拒收人民币现金专项整治工作 据介绍 下一步 人民银行将汇通有关部门持续推进 外卡受理 移动支付 现金使用 账户服务 宣传推广等各项工作 进一步提升境外来华人士的支付便利化 肌肉统哎善造出 以百形导致颱迦和生长 like 肌肉壮